沿路的風景其實是很漂亮的 右邊是山左邊是海 我也是在睡夢中我就醒來說 我記得大概我九點多就醒來 然後我就看旁邊 那就是我妹妹跟女兒 其實就睡在那邊就是 外面的畫面是大海 就是那個畫面場景就覺得 很像一幅畫一樣 對很像一幅畫 突然就是在九點半左右 突然聽到很大的撞擊聲之後 就瞬間人就噴飛出去 上面的行李箱 就是砸在身上這樣 我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 我要先看看家人有沒有事 那因為那時候我女兒坐靠窗 她的座位的窗戶那邊都破掉 我想說找不到她 該不會是掉下去嗎 那後來我就是探頭出去看 那真的就發現她 其實那時候移動很疼痛 但是當我發現她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就顧不了身上的痛 因為我發現她的時候是 她其實就是四肢軀幹都已經分離了 嘿 我在網上現場 帶你用聲音直擊 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峰德 之前我們介紹過了 想窩的Caf的100天床墊試睡 才發現到超多人跟我一樣 都有挑不到好床墊的困擾 那解決了床墊的問題 相信你的睡眠已經改善了一半 下一步要來升級你的枕頭 想窩的枕頭系列 絕對是讓你一覺到天亮的最佳戰友 原料取自 美國及日本 MIT 台灣設計製造 打造出兩款 新鮮兩感記憶枕 有別於傳統記憶枕 會隨天氣變化 變軟變硬 或是越睡越變 想窩的枕頭系列 改善了這些問題 一年四季 不管天氣怎麼變化 你再怎麼樣努力地睡 枕頭還是會維持一樣的支撐力 枕頭總共有兩款 一款是多種用法 蝴蝶形的枕想窩 這款不管正躺、側躺 或者是趴著睡 都可以找到最好入睡的角度 另一款則是較常見的人體工學記憶枕 想怎樣 超大size 不管怎麼翻 都可以好好的接你入夢 市面上枕頭白白款 但想窩的枕頭系列 可以臨死角的貼合肩頸 完整地支撐頭的重量 有了它 想要睡不好 都難啦 想要親自試試 枕頭有多好躺的朋友們 可以到想窩北中南試躺據點 都有提供兩款枕頭的試躺體驗 詳細資訊以及連結 我們就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你 千萬別錯過囉 在上一集 我們請到了在太魯閣翻車案中 第一時間進入隧道救災的 花蓮消防局的小隊長蔡明仙 每一次的救災都如同尖刀一樣 在他們身上 以及心上畫下 一道又只一道的印記 而這一集 我們則是請到了 幸存者 陳彭年先生 在2021年4月2號這一天 他和他的家人 搭上了這班列車 他是幸存者 也是罹難者家屬 很感謝他今天願意來到現場 和我們先說一說他的故事 大家好 彭年還是跟你說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知道 你為了希望讓大家記得 然後家人的失去的生命 不要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其實你們後來組成了 這個泰魯閣的眼淚 那希望能夠獨促台鐵來改革 那先請你告訴我們就是 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一天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們搭上了泰魯閣那把列車 那一天剛好是清明節 往年我們大概清明節 幾乎都會回台東掃墓 那個時候2021年 其實我們在3月的時候 好不容易搶到了 所謂的失明制的火車票 那那一天我們就一家六口 我們從台北車站 就搭車前往台東 我們坐在第6節的最前面 清明節其實乘客很多 包含了戰票的 那我們6個人5張車票 因為那時候兒子還小 所以抱著 兒子那個時候2歲 2歲 對對對 那另外女兒是 那時候4歲 4歲多 我女兒跟我妹妹 其實他們本來感情就很好 就叫姑姑嘛對不對 所以一上車就說 那我要跟大姑姑坐 所以他們兩個就坐了 那一節車前的E3 然後我就坐在 隔走道的2 我就跟別人坐 那我爸媽就是坐 57 跟我兒子 坐他們後面 那時候上車是 狀況是這樣 因為小朋友 那時候我兒子算是第一次打火車 搶票搶到的時候 我就趕快跟我女兒 跟我兒子說 我們可以 搭火車回台東 其實他們就很期待 那那時候其實我女兒 已經上幼稚園了 他其實就 老早就跑去學校 跟他的同學老師說 我4月我要去打火車回台東 所以他們看到火車就是很興奮 就是迫不及待 就趕快上去這樣 那時候其實也跟那邊的親人 就是說 我們4月2號那天 幾點幾分會到 那他也跟他的叔公 就說 你要來台東火車站來接我們 所以提早先告知 然後我記得還在火車站 他就拿著當天的車票 因為那個照片我還一直留著 他就拿著車票 然後拍給 就是在台東的家人 就是拍給他看幾天幾分 你要來接我 後來因為其實 車程還蠻久的 就興奮之後 就是在車上休息睡覺 那其實如果搭過花東列車 其實都知道 沿路的風景其實是很漂亮的 右邊是山 左邊是海 我也是在睡夢中 我就醒來說 我記得大概我9點多就醒來 然後我就起來滑滑手機 然後我就看旁邊 他們就坐我旁邊 然後我就看著 外面的畫面是大海 那就是我妹妹跟女兒 其實就睡在那邊 就是我有點記得 那個畫面其實睡得很香甜 對啊 就是那個畫面場景就覺得 很像一幅畫一樣 對很像一幅畫 然後其實乘客幾乎都是在睡覺 對啊 突然就是大概9點半左右 突然聽到很大的撞擊聲之後 就瞬間 人就噴飛出去 那時候我印象 我就直接撞飛到前面的那個 車廂的擋板 然後上面的行李箱 其實都是掉落 就是砸在身上這樣 然後旁邊的整個就是壓在我身上 就是那都很瞬間 就是碰撞之後 車廂裡面畫面就是全部都黑掉 然後很凌亂 然後味道很難聞 我心裡有那個味道有點像 就是好像附近有濕火那種 燒出來那種味道 加大是塑膠 又是汽油 然後又濃濃的那種 灰塵塵蔓的那種感覺 其實不是很好問 我剛噴飛出去的時候 我第一個講出來就是說 幹沒那麼衰吧 我遇到了火車事故 是 當時裡面是全黑 我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 我要先看看家人有沒有事 我就是想辦法就是把身上的行李啊 就是把它撥開 那我先找手機 叫我光源 我才有辦法找到人 所以我就找到了我的手機 對然後就是尋找家人的狀況 你那時候也有先試著叫他們嗎 那時候 有 應該說我爸媽他們有先出聲 就說怎麼了 那我就聽到他們的聲音嘛 心裡面比較安心的一點 對然後他也說 因為那時候抱著我的小兒子嘛 對那時候他說 那就是弟弟沒有事 在我們手上 因為那時候都還是全黑 只是說大家都聽得到聲音 那妹妹也就是演員的姑姑 她有回應嗎 他們兩個都沒有回應 就是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 然後就找 但是就是看他們座位 其實已經都變形了 就是桌椅都扭曲了 可是你的位置也有嗎 我的位置沒有 應該說就是剛好我女兒 跟我妹妹坐的那個位置 那因為那時候我女兒坐靠窗 那我妹妹靠走道 那個窗的那一片車廂 其實就已經被切割開了 等於是那個車廂是已經有點玻璃了 後來我發現我妹妹的位置 是在我後方的座位 等於是說她被撞飛到她的右後方 那那時候我想說 好妹妹有發現 那再來就是找我女兒 找演員 然後我發現 她的座位的窗戶那邊都破掉 我想說找不到她 該不會是掉下去嗎 那時候我心裡的第一個想法是說 掉下去應該還好 了不起就是重傷 因為那時候當時撞擊就已經 有一個心理準備 對應該這個事故應該蠻嚴重 對我想說我女兒 會不會因為撞擊到窗戶底下 對來不及就是重傷 那時候的心理想法是這樣 那後來我就是探頭出去看 那真的就發現她 對 你其實那個時候 後來也知道你有骨折對不對 嗯嗯 其實那時候你應該移動也是很疼痛的吧 對其實那時候移動很疼痛 但是當我發現她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就過不了身上的痛 心裡面應該是更痛的 對因為我發現她的時候是 她其實就是四肢躯幹都已經分離了 那時候看到我女兒的狀況 我自己心裡也知道就是 就確定就是已經沒有了 對但是我也 我也沒辦法做什麼 因為你說當時用私心裂肺這種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辦法去足以形容 我當時的心情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 我還是得保持冷靜 重點是現在要先逃出這邊嗎 呃不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重點就是我想先 至少我還有一個妹妹先 希望可以把她先救回來 因為當時發現她的時候 她已經沒有意識了 哦 對只是說還有呼吸心跳 但是沒有意識 那另外就是我的小兒子那時候就是 就整個頭破血流嘛 她的傷是在左邊的額頭 這邊大概七到八公分的撕裂傷 嗯哼 那你看到了 你也有跟父母或者是妹妹 她們講演員的狀況 還是先不知道該怎麼開這個口 因為我當時看到我女兒的狀況 我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想先把她 我我我撿得起來的部分 我先把她放在車廂 嗯不要在外面 對不要在外面 但是哦 因為我撿得起來大概就是她的上身 嗯 對對對 我就把她從車廂 因為掛在車廂外 我就把她撿進來 然後就用我的衣服把它包起來 嗯 所以這個時候爸爸媽媽 她們應該也知道演員的狀況 對他們也知道演員的狀況 嗯 那後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把妹妹 能夠盡可能的送醫嘛 那你有意識到你們是在一個怎樣的場所 其實我們第六節車廂 坦白講沒有說損傷的這麼嚴重 第八第七節其實更嚴重 嗯 只是說我們的前後車門是沒有辦法開 因為我們當時已經撞進在隧道裡面 嗯 那就算破窗 我們也逃不出去 因為我其實我有 我有往外看 往前其實看到第七節車廂 其實有一點傾倒 嗯 那我沒辦法往前逃出去 是 再往後 就是我完全看不到後面是什麼 等於是說 第一個我下不去 我沒辦法破窗下去 第二個我沒辦法從門逃出去 嗯哼 至少一個多小時之後才有救難人員進來 因為他們要從隧道口 我有點忘記是第幾節車廂 他們要慢慢就是突破 就是要從車頂上這樣慢慢爬進來 對對對 嗯不會擔心妹妹她可能會有一些輪淚出血啊 又或者是她有外傷嗎 那時候沒有感覺到還有明顯外傷啊 那其實就是這一兩個小時在車廂裡面 就是一直不斷的幫她CPR 哦 但我也很感謝當時在第六節車廂的一些乘客 嗯哼 有一些年輕人 然後他們就是 因為其實在一兩個小時一直不停的CPR 其實是一個很累 我很感激大家就是一直輪流的 就對我妹妹一直CPR急救 那其實到後面 看她的狀況其實我心裡也有一個底了 就是大概就已經回不來了 那當時你應該著重的重點就是在於妹妹嘛 那車廂內的其他狀況有大概知道嗎 哦 據我知道我們那一節第六節車廂 其實就是我們那幾個位置是最嚴重 那像我後面的那一位乘客 他就是腳踝骨折 有幾位就是比較嚴重的傷啦 是 那其他多半的乘客都還可以自行的 就是比較沒有什麼大礙 就知道是這樣 是那直到救難人員也進來了 那後續呢 救難人員進來的時候 第一優先就是先把狀況沒有問題的乘客 就先想辦法運送出去 那我記得我們家是最後一個 就是我先讓我爸媽把我兒子帶出去 我爸媽還能算還能走 那我兒子是因為比較嚴重就是頭破血流 我先讓他們先送出去就醫 最後就是剩下我跟我妹妹還有我女兒 然後後來我女兒也是 他們就是單價好不容易可以進來了 趕快把他帶出去 對 那原本沒有辦法撿到的部分 他們有幫忙協助嗎 其實我那時候跟救難人員講 我說我希望就是留下來 我記得一個是一個女生 是 我就跟他說我可不可以留在這裡陪女兒 對就是哪怕他只是一個 剩下一個身軀也好 那他是說 希望我先離開就醫 我也是到醫院才發現 就是我的肩膀跟 右腿 就是 算鼓裂了 但當下 我覺得可以理解的是 還想再多陪女兒一下下 對那時候想說 我跟救難人員說我可不可以就是 留在這裡陪他 因為車廂裡面已經 已經很黑了 然後又很臭 對因為他 以前就是一個怕黑的 然後又怕孤單寂寞 所以我想說 我就說可不可以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前面就是七八節車廂還有很多 他們認為應該還有更多 需要救的人 所以他當時答應我 因為我跟他說他的手腳在哪裡 然後他的軀感在哪裡 他好答應我說 那他會完整的 盡量完整的把女兒就是 撿回來找回來 那你聽到這邊心有比較安定放下一點 對 就先去救醫了 對 這件事情 然後到你後面應該看到的新聞 知道了列車出軌嗎 其實我那時候在車廂裡面 就有人知道這個消息 他們就說聽說是火車撞到貨車 只是那時候還沒有辦法真的證實 在爬出去就是救醫的過程 我就看到 真的在邊坡看見一台貨車的車斗 是 我就覺得這怎麼回事 為什麼 對 為什麼在軌道上會有貨車的車斗在 對啊 因為那並不是一個平交道的路口 那就是一個兩個隧道的中間 照理來說不會有任何車輛通行 然後居然有一個大貨車的車斗在那裡 對 其實我真正確切知道這個訊息 是大概下午的時候了 這中間過程就是不斷跟我的太太 或是家人們聯繫 他們也想知道原因 那像我太太就是 因為當天剛好在上班 因為我撥電話給她嘛 她就知道 欸 為什麼 爺爺沒了 女兒沒了 她就趕快跟醫院請假 在路上的過程中趕快邊了解邊趕過來 其實那時候她打去問的狀況 其實他們問到的消息 多半都不是正面的回覆啦 說什麼列車斷電啊 你說台鐵給的說法 對對對 就是沒有把真的事情去 轉達給想要知道的一些家屬知道 對 但是當時的新聞其實都已經出來了 然後他們還不承認 等於說還用一些其他的理由 搪塞說就是有一些小狀況這樣 對 有些小狀況 跳電啊 然後就什麼一些很無關痛癢的一些 就是會讓家屬就覺得 那只是一個跳電 那為什麼 會這麼嚴重 沒有辦法理解 對 所以當下你們到醫院就醫的之後 除了有這些消防人員幫忙 醫護人員幫忙 所以當時台鐵的人員 並沒有立刻到你們的身邊去關懷你們 或是問你們需要什麼幫助 沒有欸 就是從就醫到殯儀館這個過程 其實都沒有看到台鐵的相關人員 我們接觸到的全部都是 就是包含慈濟啊 紅石智慧 或是一些救難的一些 就是民間的團體 其實我們接觸到的都是這些單位 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慈濟 因為那時候我們家人就是分別送到不同的醫院去 那最後其實我們是在慈濟跟我兒子他們會合 我很暖心的就是說 因為我當時身上的衣服 就就是已經很殘破了 然後包括我家人也是 那他們其實也給了很大的協助幫助 就是幫你拿了一些新的衣服外套 然後還甚至因為我那時候沒辦法走路 甚至就是提供了輪椅給我 當下覺得在這個痛苦的過程中 然後又得到一個暖心的協助 大概相隔多久你再看到妍妍 在4月2號的接近晚上11、2點 對我們才沒有辦法去認到她 因為中間過程 因為當下其實有點混亂啊 就是你要認識 當然除了你完整的這個比較沒問題 但是很多都是肢理破碎的罹難者 是 就是你可能跟殷儀館透露說 我的小朋友年紀大概多大 那他就會說可能有相似的 相似的一個年紀 可能就要去認 確認一下 對 就等於是說每一個通知 就是又一次的期待又折磨 期待是我終於可以認領自己的女兒 但是折磨又是 這個不是 那時候會想要讓妻子先不要看到這一切嗎 不會 因為其實我太太是醫護人員 其實最後是當她去認 是 那最後名妍妍是有早期期權的 對其實沒有 她的 只能說盡可能的 盡可能的 對對對 因為她被就是剛剛前面有提嘛 她其實 算肢理破碎的 蠻嚴重的 所以說在修補過程 其實也是花了相當久的一個時間 花了兩天的時間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是一個 愧疚 如果今天沒有換位子 應該是 就是離開的應該是 我跟我女兒 對 但我覺得會至少 也許她還有個伴 爸爸在旁邊 你如果也走了 兒子也看不到爸爸 會不會換轉個念 其實心裡面 會好受一些些 會啊 但是人往往都會比較朝 負面的方向去想 對啊 因為那時候覺得 欸妹妹還有這麼好的 未來跟前程 對還有那麼好的工作 對啊 那為什麼就 就這樣就沒了 嗯 老婆有聽你講過這些嗎 有啊 她說 萬一你走了 那我們呢 對啊 女兒的房間 是不是聽說你們都還保留著 原來的樣子 對啊 她的東西 其實就幾乎都還留著 因為我覺得 就是唯一 跟她連結的一些東西 嗯 弟弟會問說 姐姐去哪裡了嗎 其實弟弟 其實那因為那時候她兩歲嘛 其實她 我感受到她其實對我不是很亮解 因為其實兩歲不太會表達 嗯 不太會表達完整的語言 但她對姐姐是有情感的 對 我那時候其實所有事情都 結束從花蓮回到家 其實她很抗拒我 進入家門 就是我永遠記得就是 我們要一起回到家的時候 她把我趕出去 嗯 對 這件事情對她來講的影響也很深 只不過她不知道怎麼去表達嗎 而且你說要透過兒童心理諮商 那好像也不太容易喔 其實有試過 嗯 那確實心理諮商是說 確實不容易 因為第一個她不太會表達 是 再來就是她會的 其實懂得也不多 嗯 只能說後來評估是說她的狀況 就讓她順其自然吧 嗯 對 或許我們用更多的愛區域包圍她 作為父母能做的 好像也就只有這樣 對啊 因為其實 因為她這個狀況 我那時候也离止了一段時間 對啊 因為她當時引導出來 她給我們的回饋就是說 為什麼爸爸沒有把姐姐跟姑姑帶回來 是 她還不能理解 可能 這件事情是很困難 不是我們 作為爸爸 就真的能夠誰都守護了起來 她可能會覺得 嗯 那可能作為爸爸的 天在心裡面一定 不太好受 嗯 特別是 彭年 面對自己心裡這麼大的傷痛 但是還是要肩負期照顧太太 然後 當然太太很堅強啦 但是還要照顧孩子 然後還要顧及爸爸媽媽的情緒 我覺得這段時間真的應該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是 我聽說那個時候 連有人退票都覺得很刁難 實名制的票 照理來說 核對一下名字就可以啦 就可以退票啦 嗯 然後他們好像是說 還要求你們要看到實體票才能退票 有這樣的狀況嗎 其實那個就是 就是我們 其實事發過後 就是我們回到北部嘛 其實我那時候單純就是想說 我至少還有回程的票 我能不能退票 嗯 對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多行李是醫師 然後包含票 究竟有一些都不見了 那其實就去詢問台鐵 我說 第一個我講明說 我有實名制了 所以第一個有電腦記錄 那也有身份證名字 那我可不可以退票 然後我們得到回饋就是說 不好意思 你一定要有實體票才能退 對我說 我所有的東西都 遺留在車子裡面了 對 對 我不可能就是為了你的車票 我要爬進去 撿回來 是啊 我為了你那幾千塊 我覺得將心比心啊 我不是說我硬要 硬要拿你這個錢 當時對的窗口是誰 站務的人員 對 對 我很驚訝是說 到後來你們還是有一些行李 你是沒有早期全拿回來的 我的部分是有啦 但是就我知道 有些家屬在 拿行李這些過程 其實又是另外一個話題啦 因為他們的行李 那時候都帳放在花蓮車站 那有些家屬去認領的時候 要清楚明確知道說 你的行李裡面有什麼東西 就是要你去陳述 就是有點 就我家人都已經不在了 就是你有時候可能 平常不是住在一起 我怎麼會知道 我自己家人 行李箱裡面有什麼東西 但是我只能知道說 這行李箱確實是我家親人的 對啊 就是我有種種種種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的 這種百般的 就是他們的思考邏輯跟做事方式啦 我還有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也是新聞報導 就是當初後來 台鐵要跟你們和解的時候 我有注意到說 和解書一開始還要求家屬 說上面有寫說 要拋棄所有民事求償的權利 這感覺聽起來好像就 不太負責任 就說我錢賠給你了 你不能再告我 他們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就是所謂的代位求償 意思就是說這件事情 錯的不在我 是我好心來幫你跟誰求償 他們是這個意思嗎 對 因為我們家屬的感受也是這樣 對就是這個沒有我的責任 但是我好心幫這些承包商 賠給你們家屬 大概在去年4月的時候 到日本去參訪 拜訪這些福祉三線的家屬遺族代表 對不對 對那個時候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去找他們 這個起因其實因為在 我還記得2021年的時候 剛好有一本鐵道事故的書叫做鬼道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人推薦我們去看這本書 那其實他描述的就是 2005年日本福祉三線 就是這下西日本 他當時發生了列車撞進民宅 造成107個人死亡 然後好像500多個人受傷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就是日本人很準時嘛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台鐵一天到晚霧點 大家台灣人已經是習以為常 但是他們的文化是不接受 而且他們嚴格到好像福祉三線 事故之前他們有很嚴格的規定 就是說你那個軌道近戰的時候 你是要對齊樂壇 如果你沒有對齊的話呢 你還要往後再倒退 那倒退速度很慢 就會影響到他在出發的時間 然後就因為這樣的制度 那可能鐵道員就要寫報告 然後被處罰被唸刀唸之類的 如果霧點一分鐘或以上 也會被處分 然後也是要接受這些教育訓練 日行訓練的 對然後那天就因為他的樂壇沒有對準 然後他又要再倒退 然後導致他延誤了之後 他希望用就是加快速度 來就是彌補他造成的霧點 然後結果就在一個大彎道上面 他沒有減速 然後失控撞上了那個命災 就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亡 是 那當時在去前往參訪的時候 你感覺到可能日本在處理 這麼樣嚴重的一個事故 他們處理的態度 跟我們台灣處理的態度 有怎樣的不一樣嗎 2023年去參訪福祉三線 那當然我們除了參訪福祉三線 那我們也到了這亞西這亞洞 他們的公司去看 第一天我們到了福祉三線 其實我們就是到他們的事發地點 其實他們在事發地點 直接蓋了一個所謂的紀念的園區 他們叫祈禱之聲 可以感受到就是他們在這個園區裡面 就是紀錄了所有當時2005年發生的一些過程 就包含了救災救難 然後還有後續的一些作為改善 甚至當時的媒體報導 他們其實都有把它做一個看板 就把它紀錄著 然後還有最後讓我最印象深刻就是 他們受難家屬就是有一個區域 就是給在世的家人 假如你想要寫一封信給你的市區的親人的話 都可以存在在他們的電子檔裡面 據我知道他們每年會做一個追思的一個活動 是由JR他們主辦嗎? 對 是不是JR公司是針對這個事故之後 他們還有組成一個就是專門關懷家屬的部門? 對他們有一個這個部門 就是說他會陪伴這些家屬 因為你看從2005年到現在其實已經18年了 包含我們那時候4月去到日本 當中有幾位是靈頑者的家屬 那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他們身邊都會有一個關懷員 就是陪伴著這些家屬 那甚至到了在去年的8月底9月初 就是受難家屬他們來 其實他們這家公司也是派他們的關懷員一起陪同 一起來參訪台灣參訪 對就是他也不算參訪 他就是照顧這個靈頑者 他這個關懷員也不是一對一 他可能是一對好幾個 但是他會偶爾會關心這個需要照護的家 家眷他們的生活狀況 像這次來的是一個80多歲的一個離難的家屬 他叫千野先生 那其實他也年紀有了 他走路也不太方便 那據我知道跟他們聊 他是說他可能需要看病啊 或是生活一些什麼起居的狀況 他們都會去不定時的去關心了解 你看18年了 都還是如此 對 因為我聽已經會覺得說 喔他們好像做的蠻好 但是其實像在千野老先生他看來 他覺得這其實是他們應該做的啊 以日本人來說 是你造成大家一百多人的家庭破碎 嗯 對啊 那你造成五百多人 甚至更多的人的生活的不便受傷 對啊 本來就是你應該 這家公司應該做的事情 那我們回到太魯閣的事件 台鐵有這樣認為嗎 台鐵他還是有關懷員的機制 像我本身住桃園嘛 那他們桃園本身就有桃園的站 那桃園站裡面有本身的行政人員 那從這個行政人員裡面又挑了一兩位 負責照顧這一區很桃園區的 這些當時的傷者或是罵難者家屬 喔 對就是有點算是兼著做啦 嗯 有實際上感受到關懷嗎 對啊 呃 我的關懷也有 平常講是有 但是有些就不是 每個人都有 對對對 就是在去年好像有日本的參訪團 到台灣來的時候 您那天也有去對不對 就是姑姑王維鈞有發現說 哇天啊 已經事發兩年了嗎 居然還在車廂那邊發現有人的頭蓋骨 剛好在現場 跟那個日本的專家學者 還有當時福之三線的罹難者家屬 然後當時姑姑就 剛好在第八節車廂旁邊就是 我記得是外套 他就把外套翻起來 一看欸怎麼有一塊大概手掌心大小 我記得七成七公分左右吧 嗯 的一個頭蓋骨 對不小其實不小 是 其實當下拿起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剛有講啦 就是很多包含日本人啊 還有家屬還有台鐵交通部的人 嗯 其實看到這個東西其實大家覺得 哇賽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啊 這麼大的一個頭蓋骨 怎麼會還在裡面沒有被找到 對這件事情爆出來之後 就我們知道他們全部在清查過一次 所有車廂 那總共發現了44件的骨骸 然後有37件是屬於10個罹難者 因為後來是用DNA 去慢慢鑑定的 對 是那對於家屬而言 其實應該是很難受的 因為這個親人罹難的 那也都可能骨灰毯 火化了嘛 骨灰毯可能也都裝好了 我現在也說缺了一塊 又要把骨灰毯打開 然後把它塞進去 我覺得對於親人而言 這樣的感受一定是不會太好 當時你有跟這些家屬他們有 他們有表達其實怎樣的一些想法給你嗎 再次打開骨灰毯是一回事 但是會讓家屬會覺得是說 當時不是台鐵也說 車廂也都沒有任何其他的骨骸遺物了嗎 然後當時都就是家人的遺體 其實幾乎都是完整的嘛 其實因為我們當時過程問過很多次 因為很多人很多家屬其實 還是找不到所謂的遺物啊 或是這些等等就是家人的東西 那其實台鐵的回覆就是說 這東西都已經清查完畢了 對清查完畢給人的感覺就是沒有遺留任何東西的嘛 那為什麼現在還會找到十個人的呢 四十幾片嘛 然後一室一物 就是這些行李包裹這些大大小姐是上百件 對那你說當時都清查完了 那清查什麼東西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東西 再一次在去年的時候被翻出來 對啊 那骨骸其實對家屬來說就是有一個惡事的傷害 那因為有的家屬聽到的聲音就是 我找到的骨骸那我要怎麼做 我要打開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我要再打開骨尾壇 對啊 然後我要再做一次法事 還是我要怎樣 我吐上了是不是在旁邊再挖一個再埋進去 就是種種的問題就覺得脫顯得出 這個整個過程就是很 對家屬而言都是很煎熬的事情喔 對 我們知道在事故後 一族家屬成立了一個組織 泰魯格的眼淚 那彭年也是發起人之一 你當初為何想要成立這樣子的組織 這個組織在2021年的7月成立了 事發在4月嘛 那其實在中間過程是因為 我們跟台鐵開了幾次會 那其實就是要了解這個整個事故的原因 跟後續的賠償 從中會發覺很多東西就是一直很自私的回答 那再來之所以會想成立這個組織最初的原因 就是我單純不想讓我的家人就這樣白白的犧牲 而且我覺得犧牲要犧牲的有代價有意義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知道這個真相是什麼 然後以及過去啦 應該說台灣的現象就是 我不管發生的重大的事故 入海空難或是一些地震 那其實很多事情就是賠錢了事 就結束了 不太會去追究後續的一些 不管是法律過程 然後或是一些要求他們去做一個改善的作為 但我覺得這是過去台灣也一直缺乏的這一件事 而且泰魯格事故又發生在普通馬事故的兩年後 那雖然這個狀況原因不太一樣 但是就後來了解 泰魯格事故其實是不單就只是一個貨車掉下來 這麼簡單的一個原因這樣而已 最根本原因就是系統失能的這件事情 整個安全管理系統整個都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你從自身的發包然後到你的設計監造承攬商 這些種種環節都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如落效應 一定是一連串的原因串連起來造成這個重大事故 所以那時候才會想說 不用把事件完之後 兩年後又給我發生這麼離譜的公安事故 而且我最沒辦法接受就是你是因為貨車掉下來 我會覺得我今天被弱死集中被雷劈到 我說真的我是自認倒霉 那也是因為你的工程 你在旁邊用怪手拉一個車子然後掉下去 然後造成49人罹難300多人受傷 這麼離譜的一個公安意外 我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也有幾位家屬 就是有一致的想法跟念頭 所以我們組了一個泰魯格的眼淚這個組織 而且聽說他們貨車在那個彎道出現狀況 不是第一次 對 據資料是110年1月就有發生兩次 就是那個在編播打滑的一個紀錄 就是只是打滑沒有摔到鐵軌裡 但是他們其實已經有這樣子的紀錄了 但是他們卻還是沒有去思考 怎麼樣改善那邊這樣子的狀況 對 那我們知道今年元旦的時候 台鐵就接牌了嗎 那我自己看我是覺得有點 這應該是說長期以來都想做的事 但是因為有你們這些家屬的努力推動 所以加速了這個進程 就是公司化這部分 對 在公司化這個部分 然後台鐵的局長 副局長變成了董事長跟總經理 那你覺得他們這樣子的改變會有助於 讓他們未來更安全嗎 我只能說至少有改變 說真的你停滯不前 還是保留過去的這種作風 這種組織 我覺得不難保證再幾年 可能又是類似的重大意外又會發生 我覺得我有改變才有機會 但是公司化並不是一個萬靈丹 是一個解藥 其實根本原因就是 要怎麼去徹底做到安全 改變安全這件事情 其實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公司化只是一個轉變的一個過程 其實這兩年多來我們發現 還有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的橫向跟縱向的溝通 我覺得是失效的 失能的 就舉例就是說 像剛剛有提到關懷員的部分 就是關懷員其實第一個 除了本身就是要關懷傷者 或是罵難者家屬以外 那其實另外一個工作就是 傳達一些資訊 那其實我們會發覺 像這一次的罵難者家屬有49位 那傷者有300多位 那很多資訊 可能我這一區的資訊 跟台北或者是花蓮 他們家屬得到的資訊 其實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其實層級分得很深很廣 傳達到下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太一樣 我有注意到就是 太魯閣的眼淚 好像有希望說可以加入 像他們公司了嘛 變成一個公司 有一個董事會 他們是接受的嗎 那其實會有這個想法 一個原因就是 剛剛前面有提到嘛 我們有跟日本參訪 那其實他有給了幾個建議跟想法啦 就是說台鐵或者是不管是企業要改變 那第一個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久遠的一個企業 或者是一些很僵化的企業 那今天要改變 唯有就是你的經營者 第一個你可能要納入用路人 或者是說這件事情的受難家屬 或者是傷者 或者是說有相關經營經驗的人 加入這個董事裡面 其實是一個幫助 因為據我們知道 現在董事會裡面的成員 多半都還是本身交通體系的嘛 包含台鐵然後還有交通部 甚至公會的代表這樣 你說期待他們能夠做出一些怎樣的 大破大力的改變 好像在灌有的思維裡面是很難的喔 對 但就是希望說可以藉由外界的力量去幫助整個 台鐵公司化之後是朝向一個好的軌道 去往向前的嗎 但是你們這樣的請求是有被接受的嗎 就是大概就是含糊帶過啦 對 我們得到的訊息 跟態度大概就是這樣 國外有加入董事會成功的案例嗎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因為當時日本他們的建議覺得 第一個他當時了解我們泰魯格的眼淚這些 我們的訴求跟一些做法 就是說日本當時從來也沒有這樣過 包含外部監督組織這件事情 他們也覺得這是一個過去以來 包含其他國家也沒有 從來也沒有這樣過的這種做法 是 由家屬還有專家學者 共同組成一個外部監督的一個單位 來協助台鐵去做一個內部的改變 集合這樣 聽起來不錯喔 但他們不願意 後來這個部分有成功的 是有的 董事會那部分就沒有 OK 但是感覺聽起來喔 就是像日本JR在對待家屬 好像是就是說會有定期的 比方說有紀念園區 然後會有每年的追思會 然後會有關懷員主動的聯繫照護 18年來都不間斷 但是相較於他們好像 聽起來感覺上好像 在台灣反而是你們罹難著家屬 在追著台鐵跑 然後希望能夠監督他 幫助他變得更好 但是好像其實倒過來的齁 都是你們在找他們 當然他們不會想說 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啊 當然其實就是要家屬主動啦 聽你這樣講好像他們 看到你們的時候就覺得說 真是個麻煩人物的那種感覺 是這樣嗎 是啊 就是我原本就是好好的一個 不管公務員也好或是什麼 我的工作就是準時上班下班 那我為什麼還要因為這群家屬 然後整天可能就是 要求這個要求那個 然後我要配合你這樣 當時的感覺其實是這樣 我想最大的原因應該就在於說 他們不用擔心破產 不用擔心虧損 因為是國有的企業 對那今天就算民生不好 處理的不好 你們還是要搭啊 就算虧損 那也不是我的錢啊 也是國家的錢嘛 所以我想應該是一個這樣的 心態跟態度才導致說 台鐵到目前為止都是一個 這樣僵化的心態 然後對於可能處理這些 不管是普悠馬衛 或是泰魯格的翻車案 可能都是這種類似的態度在處理 並沒有展現出一個企業 該有的這種誠意跟道義 我是這樣子認為 家人的狀況現在都還好嗎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有段時間你說你睡得很不好 所以身體狀況也不是那麼好 那我想家人應該也都是 目前家人都可以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了嗎 應該說很難回到原本之前的生活跟心境 對啊 只能是說自己找自己的方式去調整 這個裂痕其實是 就已經是跟著一輩子了 對 因為你永遠沒辦法去修補這個裂痕 那只是說自己怎麼去調適 有的人走得出去 有的人就是放得開 對有的人困在裡面這樣 對啊 你接觸到的家屬中 有人讓你覺得是還很擔心他狀況的嗎 還是有 大家都是還在那個哀傷的這個心裡面 因為畢竟你今天是一個這麼重大意外 而不是因為你是因為生病 或是有預期中的而離開 那如果台鐵願意做得更多 你覺得那些家屬會不會再好一點 應該會 其實台鐵還有可以再努力加把勁的空間 是 其實我們這集有討論的蠻多的嘛 就是接近到JR的話 其實確實啦 台鐵都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喔 就是你們既然成立了這個太魯閣的眼淚嘛 那想必你們是有你們的一個目標的 那我想詢問說 對於太魯閣的這次翻車案喔 你是希望後人是怎麼樣去記得這件事情的 那我們到底應該學到的教訓是什麼 我覺得啦 就是台灣人的習性大概就是 就大家最常講的 就是今天公祭明天就忘記 那為什麼願意一直跟家屬一直在太魯閣的眼淚 做這樣的不斷的發生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就是不希望讓大家的家人就白白犧牲 那再來就是也是藉由之前的跟日本交流 有得到一句就是事故的社會化 就是一場事故 希望讓社會大眾不斷的去關注跟思考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那也是為什麼日本人對於這種重大事故 會一直寄取教訓 包含的剛剛前面有提到 他們除了官外員以外 其實他們的媒體這18年來 他們就是一直不斷去在追蹤 扶植三線事故的後續的處理方式 其實這也是台灣的媒體文化看不見的 看不到的地方 的確 就是說媒體會來了解大概就是周年了 或是某某事情又特別發生的時候 才會又來去回想起原來有這件事情 事故社會化其實我覺得 這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人太常忘記 曾經發生過重大的事故所帶來的教訓 那怎麼樣讓這樣的事情不斷的去關注 然後一直去想起 然後怎麼去做一個監督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是說要大家一直關注我們太魯閣的家屬 最近發生什麼事而不是這樣 是回想到這件事情真正的發生背後原因是什麼 那當然講公安意外 那公安其實除了太魯閣台鐵這件事情以外 其實台灣很多類似的公安事情 其實層出不窮 太多了馬路上施工什麼東西施工 真的是很多公安意外 然後大樓的建築也很多 會有一些意外死傷的狀況發生 對也不單只是在我們的鐵道周圍而已 跟台鐵有關而已 所以也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探討 可以讓大家記得 那如果我們的聽眾聽完之後想要對這個太魯閣的眼淚 然後想要獲得更多資訊 然後想要對你們有一些實際的支持行動 到底該怎麼做 其實這個還蠻多人在問的 但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開放捐款嗎 或者是粉絲專頁可以看到你們一些比較新的資訊 我們有粉絲專頁 就是在Facebook搜尋 0402太魯閣的眼淚其實就有一個 就是我們會把跟台鐵一些交涉過程 然後或是這些遇到的一些狀況 其實都會不定時的在粉絲上面去PO這些資訊 那大家也可以去關注 如果對這個事件是想要去了解後續的狀況的話 台鐵他們到底有沒有做出相對應的承諾 大家也可以去關注一下這個粉絲專頁 那我想分享的是其實 我知道彭年這一次應該也是歷經掙扎 才來到這邊再一次就是撕開傷口 我知道你是掙扎很久才願意接受採訪 然後甚至是說 我總感覺你應該是怕我又在打擾別人這樣 所以才決定說還是由你來吧 我覺得這就像是你發起太魯閣的眼淚這個組織這樣 然後把一些很重的責任扛在自己的身上 那身為倖存者和离蛋的家屬已經很痛了 但是你還是願意一直不停努力的 這麼做儘管我覺得 我相信這對你來說是傷痕累累 我想這應該是你希望就是這樣子的遺憾不要再重複發生 那你的痛你不想要別人也在經歷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份非常大愛的愛 那希望如果有機會也聆聽到這一集的觀眾朋友 也能夠持續作為他們的後盾支持他們 是那這一集我們就到這邊也謝謝朋友們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 那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Scream 臉書 以及YouTuber搜尋訂閱 我在案發現場 感謝先加入的案發春茶特勤隊隊員 先加入的有 怡慶 Victoria Chen Social Dude 以及 沐月 由你們的加入 我們才有持續創作下去的動力